从前有座山 山里头有座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 他讲的是什么呢 功夫是个沙 传说有绝学 深山墙立极 密得与神兵 逍遥闯江湖 仗义行天下 天下归心 慈害一家 禅物圣地 唯有少林 千百年来 此地苏以功夫传世 在拳脚和棍棒上 被江湖仰望 一强之歌 两个世界 三代无僧 不同的梦想 都转性以沧海三天 少林绝学 君何在 靠白山们 让我们触摸千百年来的 功夫传奇 清晨 世炎澳和往常一样五点起床 开始了他一天的修行 世炎澳 少林五僧 年过半百 掌握了多门少林绝学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禅宗和武术的发源地 少林寺的山门前 在这里您看到了 名声古叉 陆湖藏龙 一千五百年来 少林寺一直是中国人的功夫传奇 如今每年有超过三百万游客 不远万里叩访少林 其目的都是为了寻访传说中的少林绝学 遗憾的是 那些传说中的世外高僧 却不见了踪影 只有当人潮退去 山门禁闭 这里才真正属于少林寺 一金经是少林寺传承千年的上臣功法 世炎澳接到寺院的任务 要将其口传心受给年轻武僧 一金经确切的说是少林寺高神的内功修炼法 少林寺连什么武功 打不到顶峰的时候 同国人联系着一金经 他的功法紧张得很快 突飞梦见 一金经啊 流传到社会中间里有很多半本 少林寺他有少林寺的练法 内功心法很重要 他是要靠师父的寇传十手 他的一口气就是说 从庸圈学一下 能提上到做这个毒梅一下 能达到毒梅做完 看着是很简单 其实简单易血 但是练的时候是难练 在白智时我学到不认为 在白智了 把森生认为 25点子 遍服务 有什么 有什么 在白智 有什么 有什么 有都是 西术必先悟道 誓言奥 需要在众多武僧中 选择六名有悟性的拳棍高手 侵传少林绝学一斤斤 公署师母人东连 通过了很长时间 甚至是十年二十年 这种无数基础 达到一定时候了 当中就是把它一斤斤 慢慢地一点一点地传给你 一斤斤斤他主要是从内功上能帮你 通过连内功 大来劝他有呼员之力 有传统力 一斤斤的一 代表着变通和改换 习练这套功法之人 必须偷破身心的极限 改换筋骨 在誓言奥的颠簸下 六位武僧 习练一斤斤之前的基础训练 逐步展开 然而 少林绝学 远不止于此 除了变通和改换 还意味着要承受最强大的击打 来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我认为常人做不到的 你做到了 这得要结实 不出手就能把对方给折服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世言武 四十五岁 习练金钟赵铁布山 十年有余 据说 这项绝学 激进失传 习练之人 少之又少 我有一个梦想 要把少林的一绝技 重现人间 金钟赵铁布山是少林武学里面的绝学 真正的金钟赵铁布山 是没有罩门的 就是说 任何身体的要害部位 都能承受到重期 隐居松山惠山寺 世言武历经了长达十年的秘密训练 今天 他向身体的另一个要害部位 能承受的极限 发起挑战 要想让自己的身体强大 就必须用更强大的力量来击打他 在世言武的功夫世界里 没有不可能 任何一个部位 要想要把它强大下来 要有训练的发门 这就是靠自己去悟 每当练到筋体力尽 赤银武都会进入密室修缠 恢复内力 练武的人最难道就是能把心静下来 修缠才能让人有静心 有悟心 咽喵喉是人身体的特殊命能 世言武必须进行一些特殊甚至残酷的训练 这个功夫就是在武学中成为叫归气功 我用绳子掉下了 就是我可以 闭如气 二十分钟没问题 内功到顶峰的时候 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但是 另外一种训练是极其隐秘的 世言武从不是人 闭关修炼三百天 世言武大功告成 他将挑战十四根杨武棍 在喉部的连环重击 我让世人能知道 少林寺很有真功夫的存在 很有真正武术绝学的存在 千百年来 少林寺一直从自然万物中获取能量 结果疗伤 这是少林寺密不外传的另一种决绝 世言林希望少林的药方能够普及众生 但药材的种植和采集依然来之不易 大田的时候上山 一是路远 二是路不好走 到山上的时候 大概就失颠 在松山无化坪 少林药局开辟出一块田地 种植一些只能在松山生长的草药 整个夏天 药僧誓言百都在此劳作 远门这个地方就寒 然后今天还特别寒 全水 这是个大问题 好多药材它活不了 如果不能老是点两个铜 爬一千多米爬到山上 然后一个嚼水 太大了嚼不坏 所以呢 今天手冲不好 也没办法 功夫讲究火候 药材讲究实力 因食而动 四年龄 对每一味药材的采集 都有苛刻的要求 一年有二十四节气 一天有十二个时辰 因为它的自然生态 它有一个规律 什么时候生什么 什么时候长什么 我们要取它最有效的时候 最有效的部位 还有采采时间也更加久 否则这个时间点过了以后 这个药型就没有 腊月是最忙碌的时候 药局必须为熬制少林古方膏药 做好一切准备 金戒麦冬 舌膏青皮 各四两 土销丢金纹 青铜三千 白方五千 有少林寺的膏药 它有大方跟小方 小方的话 一般七八种就可以了 一般我们用的是大方 大概有五十多个 可以追风 可以真通 可以除色 用的范围就比较广一点 秘方的神秘 就在于一切 都要讲究天时 地利 人和 冬至时候要开始进步 这个时候能量长都在收 这个时候去做 冬至这一天 夜最长 此后阳起日涨 早晨九点 熬药正式开始 熬药药是有讲究的 特别是个风很要紧 因为风的话 它对火会不好掌握 要下单的时候 那鸡全都不能听得到声音的 还有个场不能去破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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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住起来的一场大火 让一锅药材化为灰烬 即便经过精心准备 烧有不慎都可能功愧一愧 秘方的成与不成 往往只在一面之间 可惜的这些鱼啊 活起来的 你们就知道 这一锅完了 只有心情很糟糕 今年前功尽弃 熬药只能等到次年冬至 从头再来 腊月又至 熬药再起 按照寺院规矩 僧人们来到药师佛前 发愿祈福 我们在拜佛神 不是在拜佛 拜我们自身的心 我们要做好准备 我们要开始熬药了 这是精神要全身的关注了 你的发愿跟不发愿 做一样事是不一样的 熬药如期进行 经过八小时精心熬制 少林古法高方 终于成行 熬药就在一个熬子 这位练文会 你要熬啊 熬的是时间到了就成了 冬去春来 经历了严酷的基础训练之后 赤阳奥开始用一斤筋 来熬煮他精心挑选出来的 六位高手 他能疏通你自己的精锁 能增加你的胆天之气 来 走 上手 脚踩胸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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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时候 少林寺也是早上晚上练功 为啥来白天要弄耕 一场晚上练功很静 练功上功快 千佛殿 少林寺最神秘的大殿 未经许可 意淫增重禁止入内 环璧之上 会有包括罗汉十八首在内的少林诸班绝学 他们都以一经经作为内功休息基础 誓言奥得到恶学 进入大殿 面壁独谱 体悟少林绝学精髓 对于誓言奥来说 这也是少林绝学传习千年的训练方式 师父 不仅取决于师父的言传与身教 还有赖弟子的苦练与顿武 一段时间过去了 誓言奥对年轻武僧的表现并不满意 但是离我们以前联工的刻铺不一样 那刻铺哪是超负荷的就刻铺 现在人家亲自说 人物的人眼都够了 就行了 比方说低价子 他不想低了就高一点 高一点生劲 可能时代不一样了 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少林寺也在鱼石俱进 作为一个八龄后的武僧 誓言波感受到的信息 已经与誓言奥完全不同了 对待自己的身体 他还有另外一套试炼方法 训练之外 誓言波还有一项工作 教授外国人学习中国功夫 为此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英语 现在每年有超过两千名外国人 从世界各地来到少林寺 学习功夫 少林绝学并不局限于山门之内 年轻僧人正在借助互联网 积极地融入更广阔的世界 誓言波接到来自比利时导演的邀请 要去参加一场带有中国功夫元素的 五剧表演 在为出国演出做准备的同时 他并没有放松一斤斤的艰苦训练 面对多元世界只有适应变化 此刻的他梦想起飞的舞台已经更大了 童子宫 另一项高难度的少林绝学 我叫施晓松 今年八岁 我是在四岁的时候进入少林寺 因为我小时候爱生病 有机胸 所以我爸爸就想让我练舞 后来进入少林寺 不知不觉间 小松在少林寺已经度过四个年头 此时的他还未能完全体会 休息功夫的艰辛 寺院在他看来 也不过是童年的游乐场 作为小沙米 小松还要学习寺院的各种规矩 凌晨五点 睡眼惺忪的他 就要跟师兄们一起上早课了 早上都要拿一本金书章 到时候在早店里面要看 干杯金书章的时候 感觉那么路啊 一个头听不懂 还有那上面字也看不懂 繁体字 不会念跟着念 是房间坐道场 顺热可心可笑话 舍家乐心无动转 难莫常住是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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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跟你说多少次了 这胳膊是不是撑直的 这个拳能打直不能 能吗 错的 拳打直人家 这样的胳膊能一起拿了 没有没有 拳打出去 打出去 啪的收回来 大兄弟 走 好 看伸直 还伸直 直好 这个拳直的还是弯的 坐好 呼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这个拳在上面了啊 要人家打到你脑袋了 架打 这样我就打不到 用点劲 用劲 练拳连自己保护都保护不了自己 你练拳干嘛 眼神横一点 眼神聚集在一起 请 记住了啊 再忘记的话 你还是要挨揍的啊 歇会儿吧 尽管这些套路 小松早已烂熟于胸 但是要想真正练到随心所欲的境界 还需要数十年如一日的反复练习和揣摩 除此之外 别无洁净 小武僧的生活 并不只有练功 小松 小松还有属于自己的乐趣 小松必须经历所有师兄们经历过的 小松还将迎接所有师兄们不曾经历过的 大千社结一墙之阁 那是一个小松 那是一个小松向往而又不熟悉的外界 那是小松未来的美丽新世界 绝学是什么 小松并不知道 但在外界看来 习练童子宫的小松已经身怀绝学了 这不是一个电影 你只是尝试 没关系 我已经告诉你 谢谢 我是一名少林弟子 我叫士延兹 1984年我来到松山少林寺学习功夫 在1998年 我师父派我去伦敦创建 英国少林文化中心 我这次回中国是来参加 1月3号的世界王者搏击争霸赛 今年46岁的士延兹 在英国伦敦传授少林功夫 整整17年了 在一切讲求实力的西方世界 他习惯于在实战中 证明少林功夫的强大 功夫不仅是少林绝学 更是中华文化符号 此战 事言之背负着整个少林 乃至中国功夫的光荣与梦想 我作为一个少林的弟子 我还有很多的师兄弟 还有很多的学生 非常关注这个事情 说你赢得多好 你一旦输了 那么少林司就输了 少林功夫因实战而创 朝朝即可克敌制胜 时至今日 时代变了 规矩变了 功夫的本质似乎也变了 功夫还于实战吗 在古代功夫是用在战争上面 那也是为了实战的 只不过那个时候实战 它不是在拳台上面 它是生死搏斗 它一出手就要健身死了 不是光剑输赢的 如果武术不能用来搏击 我觉得就不应该成为武术了 我们可以成为健身运动 我们少林的传统套路 都不是很长 就是以实战为根本的 这些套路里面的每一招每一事 都足以击倒对方 回到少林寺的誓言姿 解决一切拜访 开始闭关修炼 我那个年代没有赶上这么多的赛事 现在这个机会有了 写事放开了 我虽然四十多了 我不甘心 不管大家怎么看我 这是我的决心 这是我的心 毕竟 毕竟誓言姿已步入中年 此战胜负难捕 师兄弟们决定步阵测试 誓言姿只有先打过这一关 才有机会继续前行 我可以继续 天下功夫初少林的名声不是虚名啊 先祖们 他们用他们的命换来了教训 然后呢传给我们说 什么招管用什么招不管用 那怎么证明就是雷台 你要经常去跟别人去交锋 你要全身心的超越胜负 超越生死 超越名利的 去用你的勤动去告诉大家 离比赛还有一个月 摄源兹来到北京进行搏击专业训练 此时他又面临一个新的难题 年轻的时候是靠粗壳牛都不怕红 我给你拼了 那这个年来的时候不是靠拼的 你要靠智慧 你要靠真正的武术里面的东西 你瞅着准一下就把它搞定了 面对强大的对手 面对陌生的搏击规则 背负着中国武林的期望 誓言之倍感压力 胜负成败 在此一搏 中国有一句古话是这样说的 将还是老的了 公元2014 世界这里的路线 顶级精英 英雄传说2011 世界合级黄酒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台湾的背抗男 法国的尼比拉斯 长大的马库斯 长大的马库斯 这也是在今天的所有国外选手当中 实力最为强劲的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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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场之前 内地世界级国籍高手的雄悍公击 中国全手已经连数数场了 世炎兹的压力更大 1988的 他是反打的全国冠军 今年46岁 他还有能力 在当场队台 面对他小八岁的泰国老将 有请世炎兹师傅 由于不习惯使用拳套 上场不久 世炎则就手指骨折 不能再用拳套猛击对手 形势异常凶险 手势两扇门 全靠推打人 从第二回合开始 世炎兹迅速调整战术 发挥少年功夫中的 推功绝学 巧妙的瞬间之敌 形势开始凝转 一致热苦 同方先自 优先欢赏 要练武 别怕苦 要成功 莫放松 一切的功夫 是由苦而来的 你要吃得了 常人吃不了的苦 不要几十年如一日 坚持不懈 这就是中国的功夫 甲午年十月初 雪落松山 世炎奥带领六位武僧 开始习练一项 更加重要的功夫 十月初 大墨祖是胆臣纪念日 开始七七 一般我们少人是 打七个七 七七四十九天 我们七七之前 都要去佛祖 告这个生死假 秋收冬残 五股归仓 精气内敛 人心易受 这是打禅七的 最好时光 以前做事是这样 这个每日想有四十分钟 有一个板桥室 不是所有的武僧 都能通过禅七 常年练习功夫的人 最怕的就是安静下来 做产的又做产的规矩 不千穷不侯恙 神正 不要大磕谁 做不好了就外辈了 此时 药局的誓言林 正在为打禅七的僧人们 熬制一种特殊的药茶 这种药茶 有三十多味中药材 文火炮制而成 可帮助打禅七的僧人们 安神尽忌 抵御严寒 残禅的目的就是说 能量我功夫 量功也是在残禅 这是方法不一样 打禅七的目的 是为了除去妄念 民心见性 少林绝学 历来讲求身心合一 只有让习武者 勇猛精进 专一不二 方能达到功夫的最高境界 动身不动心 用一生的时间来用功 这是少林僧人的 毕生修行 斗转星移 日生月落 七七四十九天 看似谈指极世 对禅修者 却无异于一场漫长的煎熬 禅七 充官职 七位武僧脱胎换骨 恍若重生 七七四十九天 坐下来了 黄老爷就是说没有了 没有了 是一种喜悦 是一种成就 禅七之后 灯堂入室 少林寺最神圣的千佛殿 对七位修行者 敞开大门 今天晚上我们练习 离经营的中级练法 中级练法最重要 就是在呼吸 在离前的呼吸基础上 再进一步 吸的时候 一定要提挡 加纲 吹着气 向毒脉慢慢上 上到宁门 向前推 呼吸的时候 向丹田称 说这个是丹田公 丹田从小福部 从丹田要转 气回转 一朝气不要停留 不要别气 别气 众活动 大家一定要体会 不慌不忙 负责的话 千佛殿 历代少林武学高僧 都曾再次修炼 大殿中的四十八处脚坑 都见证了少林功夫的神奇 那是时间的力量 那是时间的力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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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撑那一说 只有监视 才是没有边缘的 回到少林寺 世言姿在后山 新开辟了一块训练场 传授年轻武僧 少林功夫的实战经验 告诉他们 少林绝学 竟在自己手上 与此同时 世言武继续修炼 金钟罩铁布山的 足以高境界 铁当工 入寺五年之后 小松被父亲接奏 开始街拍电视剧 他的童年 注定与众不同 2015年开年 音乐剧《舞龙》 在比利时隆重上演 世言波在其中 有一段长达12分钟的 少林功夫展示 完成了师命 世言傲独自布鲁塔林 祭拜仙贤 功夫就是时间 让奇迹在时间之河中 水落石出 而绝学就是绝物 是让不可能 成为可能 江湖上流传着很多 关于秘籍的传说 但秘籍究竟是什么 它是虚拟的江湖传奇 还是真实的存在 找寻尘尘封百年的秘籍 他们的命运 又将何去何从 明天请继续收看 功夫少林第二集 秘籍 即将为您展示 中国音符人 与秘籍的真实故事 请不吝点赞